当时的这个推广教育是包括龙氏湖 那么事件家政五事件家政是合并在一起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苏康 那么我是在这个龙氏湖里面工作 那么在当时龙氏湖里面的这个工作同仁大概有五位 那个时候比如在柯德基先生 这个陈柯威先生 他们几位都是可以算是推广的老前辈 那么同时他们后来也都因为这个机制年外 那么到国外当任这个龙氏队长 农业技术团的团长 那么我当时呢 那么其实我当时也有机会到国外去 也有人推荐我去 那么我是想到国外去 这个宜乡背景呢 那么我就不太喜欢 所以我就留下来 那么我从这个推广教育室的这个 这个季卓 季氏那么鼓掌一直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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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政 那么总共那么我这个担任农业推广教育工作呢 前前后后大概有33年的这个时间 关乎以后那几年 那么台湾正是急需要这个有关这个粮食增产的一个工作 因此当时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 还针对这个粮食的这个这个增产 那么希望能够充裕的供应这个这个粮食 那么使这个农村的社会能够安定 这个是那么当时农业政策的这个这个所要的任务 那么因此政府在民国这个 那么大概四四三十九年四十年左右 就这个聘请这个美国这个这个肯尚大学 这个你们最最最最了解 那安德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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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到台湾来嘛 那么他实际的到台湾各地去去查访一下 就了解一下 那绝对我们这个台湾呢 有必要这个对于这个农业的这个推广工作呢 那么有必要来这个推动 因此呢在这个四十一年 或者是这几年当中嘛 那么就建议政府希望能够比照这个美国农业推广交易方式呢 那么来教育这个农民从事有关这个农业生产 以及家庭那么改善 以及农村青年的这个教育工作 就还能来着手 那么到了这个三十九年年底的时候 那么大概有这个十三个乡镇的样子呢 在这个事办这个农业推广交易 那么在四十年代的这个时候 那么主要的这个农业推广交易啊 那么还是以这个农业生产技术 那么这个这个品种改善为主 那么当时的这个农业推广交易的一些工作呢 都是由这个农户会呢 在主导 那么在四十年代末期啊 那个时候 那么可以说农业推广交易的这个事办呢 那么渐渐的一年一年呢 慢慢的增加乡镇了 那么对于这个农业推广交易呢 也已经有了一个雏形 那么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除了农户会 那么在主导相关的工作之外啊 那么在这个 好像是省政府 这个农业厅这个机构里面呢 那边有一个农业新闻小组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单位 那么这个农业新闻小组主要就是配合农夫会 这个相关的工作在在那么推动有关农业的这个推广工作 那那个时候农业这个新闻小组啊 农业厅的一个新闻小组啊 那么也接受农夫会的补助啊 也有配备两部的这个农业新闻的巡回车 那么一部是配置在这个台北区农业改南厂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三重新闻这里啊 那么另外一部巡回车呢 是配置在台南区农业改南厂 等于这两部巡回车呢 那么分别呢 那么排定时间呢 那么到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县市呢 和乡镇呢 去做不定期的一个农业的这个宣传 他所做的主要的工作 在当时是做这个农业放灯片的这个放映 或者是农业影片的这个放映 以及呢 这个宣传单的这个这个分发 民国五十年代啊 那个时候 除了台湾省政府农临厅呢 有这个这个农业推广的单位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五十年初的时候 是由农业新闻小组呢 那么改为农业推广教育室 那么那么到了民国这个 五十几年 五十八年左右 改做这个农业推广科 农业推广科 那么 这个是台湾省政府农临厅的 这个办理农业推广的一个 一个单位的一个 一个眼镜 在农会的这个时代 因为农会在当时 那么算是政务体制外的一个机构 那么当时他们的这个农会的人员 那么除了我们本国的人员之外 那么美国也派一些专家顾目 那么协制这个会里的这个 这个业务在这个推动 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农会呢 应该可以讲是以这个技术 这个专家的这个立场 那么这个挂算 他主要的这个任务的是协助 那么政府来推动有关这个农业 这个这个生产 那么到了这个农花会的时候 那么农花会它是也算是政府的一个 农市的一个单位 那么它主要的这个人员的 除了这个以前的这个农会 一般人员留下来 那么连同这个经济部的农业师 还有这个台湾省政府的这个农厅厅 等相关这个农业单位的人员 那么组成了一个一个农花会 那么农花会在当时 因为是刚刚改做一个政府的一个体制的一个单位 那么在人员上 在经济上就没有向这个农会时代 那么这个农花会时代 那么在农花会时代 对于农业推广部的一个推动 那么有一部分 那么仍然是跟以前农会会的那个时代的这个作法 那么有相这个农贯连续下来 那么不过呢 因为这个人员 那么这个经济没有向农花会时代那么充裕 那么当然在对于农业推广业务的这个推动上 那么就没有向农花会时代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怎么讲 应该是没有向农花会那个时代的这个推动上的比较这个积极顺利 推说在农花会那个时候 那么除了这个这个主管一些农业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领定之外 那么对于一些工作计划的一个推动 他不完全是站在主导上 那么尤其是农业推广交易方面 那个时候那么主要还是那么靠农业务联会 那么在这个这个推动 那么可以说农花会那个时代 这个对于农业推广业务的一个推动 那么并不如这个农业务的时代 那么这个站在这个一个主导的一个一个立场 那么反而在那个农花会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推行人 那么多数由农业务这边呢 那么来这个纽丁 那么这个这个执行 到了这个农委会的这个时期 那么农委会呢 可以算是这个已经呢 那么乱务政府体制有一段这个时间 从农委会到农委会 那么这个纽业务政府体制有一段时间呢 看到人员的这个配置 那么经会的这个议算 那么可以说也都比这个农花会的这个时代 来得这个这个充裕 特别是这个台湾省政府 那么被今省之后啊 那么这个农业务联呢 被并做这个农委会的中部办公室之后 那么农业推广的这项这个工作呢 完全的那么由这个农委会会本部 在主导这项工作 那么在这个农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计划的这个 有印象啊 那么也是由这个农委会会本部在这个主导 那么至于这个原来的农厅 后来改做到现在的这个中国办公室呢 那么等于这个算是一个这个配角而已 那么主角还是会本部 那么主要的这个农业推广计划的这个领定 这个都是由这个会本部那边呢 在负责在这个这个这个在在在规划 那么可以说在农委会 那么文完全诚呢 对于这个农业推广业务呢 是一个指导的一个主导 主导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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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 同时也是这个最高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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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的一个一个一个机关 那么当然在这三个这个这个不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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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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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更通了这三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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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一个演变了 呃 是有明显的这个这个呃 呃 不太相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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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对吧 对吧我想农业推广这个工作那么 照顾前的一个这个这个推动的方式呢 那么我们已经有经过三十几个人 那么在这三十几个人当中 也有全盛的一个一个时期 因为也有一些比较这个这个呃 这个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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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为了使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工作 能够再延续下去的话 应该要这个 这个 尽早 那么 那么 建立一套这个 呃 完善的这个这个能够推广的这个制度 那么或者的话 如果说这个 呃 按照目前的这种方式来办 呃 这个整天来办应该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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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能力 应该是有这个能力 呃 尤其是变成台湾的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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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业人火速 呃 我们可以比照籽广这个方式 可能比照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就 aquí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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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点的这个方式 特点的方式来办 那么我们目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农业机构 也可以好好利用 譬如利用改善廠的這個推廣中心 那麼在辦理負責辦理零件的這個推廣箱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那麼利用這個縣政府的一個 農業局的一個單位來辦也是一個方式 總而言之我們台灣的這個農業推廣交易 應該在目前正是一個改革的一個 一個最後一個時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